升式150X发动机拆解 天天被吹工 来看一下发动机用料怎么样 传统箱的进气是有个滤芯的 车身的部分呢 上级视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还没看的车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上级视频 这个发动机是带机油滤芯的 我现在拆的这个就是150发动机带机油滤的比较少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这个滤芯反着装也是能装的 但是反装会损坏发动机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面往上 我现场尝试了一下 反正装 你把滤芯盖子盖上以后呢 跟箱体之间的接缝会过大 螺丝硬凝是可以拧紧的 所以说呢 一定要注意滤芯的方向 看一下这颗周成 用的是我们台湾省的tpi周成 传统箱盖呢 是铝合金的 下面来看看它的传动系统 济南用的是红重的 台湾的品牌在济南有工厂 红重的话 大家估计都很熟悉 再来看一下它的皮带 皮带是双面齿的 然后用的是盖制的皮带 后驱动总成呢 用的也是红重的 然后这个板工呢 还做了一个镂空处理 为了一个清凉化 离合提块做的还是比较宽的 比常规的150要宽一些 也都是红重的 再来看看它的普利珠 普利珠呢 咱们主要是撑下正量 方便大家去改装 重量是18.05克 再来看一下它的油风 油风呢 用的是日本的nok的 整个发动机都是的啊 上一个视频就提到老陶对这个车很重视 除了有一个150的版本呢 还有个175的版本 在米兰展呢 我看到它还有一个125的 应该是针对国外市场的 等于也是这台发动机 就是排量小了点 上期视频有提到啊 这个钢头盖的密封胶打的比较丑 好 正好呢 现在拆到钢头盖了 看密封胶有没有移到里面去啊 先看看外面啊 可能脚打多出来的确实挺丑的 不过还好 内侧呢 没有溢胶 它应该是在这个密封圈外侧打的 那这个量产的时候就好解决 但是不作为槽点 然后它的钢头盖呢 也是有油道的 大家看着几个孔 然后机油经过钢头的油道 到这里 然后再到这四个孔里面 给图伦摇臂进行一个喷油 那这样一盖 大家就能想象到了吧 好 再观察一下钢头上面的胶 那确实是啊 大家看外侧的胶打的比较多 然后内侧呢 基本上没有一胶 我个人感觉啊 钢头盖都有密封圈了 可以不用打交的 钢头在这里呢 还有个小盖子 这上面一个 下面还一个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看了一眼 摇臂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应该检查气门间隙用的 我现在把它拆出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作用 把这小盖子拿出来 上面还在密封圈呢 平时我们要量气门间隙的话 要这样去量 可能有点便宜 不方便 因为我把这个塞尺给折弯了 往里面插去量气门间隙 现在呢 声势这样设计 大家看看 从这个小盖子里面 他就是平着就能插进来了 这样设计啊 确实不错 方便修理工 气门间隙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质 气门间隙过大 钢头会滴滴喇喇喇的响 气门间隙过小呢 发动机用没劲跑不快 修理工呢 会比较喜欢这个设计啊 拆掉它的整个水箱 这是它的水冷散热系统 就这样了啊 右上角是水泵 下面是节温器 都看到这了 喜欢视频的给咱点个赞呗 声势的要不能插呢 它也是脉冲启动 所以说拆到现在大家也没看到马达 他也是利用我现在拆的这个磁链机 然后加上这个线圈形成一个无刷电机来启动发动机 不知后面老陶会不会再利用这个无刷电机 也开发一个电助力的设计 就是给它加上48伏电 在加速的时候啊 起到一个介入的作用 用来提升动力 不过好像48伏的零电池也不便宜啊 这个是它的机油泵齿轮是尼龙的 现在拆的是它的机油泵 下面开始拆钢头看脸就比较多了 从这里呢 大家也能看到钢头的结构 它是个单出轮 四起门的结构 正式链是二乘三的 现在拆的是它的仗景器 它是机械式的仗景器 不是油压的 五阳本田和新大洲本田用的是油压的啊 油压仗景器的好处呢 是对正式链的寿命有延长 缺点呢 就是声音会稍微大点 所以你看有好多油压仗景器改成机械仗景器的 来看一下它的排气腰臂用的是dlc的工艺 因为排气色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吗 这个做法呢 跟声势自家的368是一个做法 把排气腰臂的工艺加强 它的滚子腰臂的滚子呢 是ntn的 再来看一下它的图轮轴的轴承 用的是我们台湾省的tpi轴承 然后产力的是印度尼西亚 看一下它的四个气门 像这个钢头呢 老涛都可以自己做的 包括这个中钢 中钢呢 是电阻陶瓷器钢 打个灯给大家看一下 这航母门多亮 估计大家都喜欢陶瓷钢 老涛也确实是够下本的 下面呢 掏出一把螺丝刀 敲一下证明这是正八经的四达螺丝刀 也不是砸盘 这就是陶瓷钢的优势 耐磨 如果说这是铸铁钢的话 这样刮 那早就花了 再来看一下它的活塞 啊 活塞也是真舍得 用的是锻造的活塞 是山东震停产的 活塞也挺轻的啊 看一下它的活塞环 活塞环用的是东亚的dlc工艺的活塞环 然后第二道环呢 是用的pvd工艺的 油环呢 用的也是dlc工艺的 这个活塞我必须冲下正量 做的确实很轻 只有88.85克 我记得新大洲本田150我当时拆的时候量出来是108克 这个就轻很多 活塞轻的往复惯性力小 别的参数都一样 活塞越轻的话震动也会越小 当然震动还跟别的因素有关 看呀 活塞顶目是做了微护氧化工艺处理 活塞群木呢 刷的是石墨涂层 刚刚大家应该有看到啊 看一下它的正实链 用的是日本的dlc的石柜类 下面就可以分开取轴箱了 看来老陶比较喜欢铝 就这一个小水箱支架 它也搞个铝的 好了 分开取轴箱 它是不带平红轴的 所以说里面大家看到只有个曲头 呀 这曲头像没毛次呀 这表面处理的挺公众呢 它的曲头轴重呢 跟本田150是同样形质的 这里就不用多介绍了 看一下轴重的品牌吧 用的是德国的fig轴程 这个轴重的产力呢 是印度 好 这里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晰了吧 就是跟本田pdx160是同样形质的 曲头呢 是我们江苏钢羊产的 因为这个机械我还要装起来啊 对面这个周程我就不拆了 它用的是tpi的周程 再拆开齿轮箱 看看齿轮箱里面的周程 好了 开盖 先来看看这个比较直观的啊 它用的是国产的fig 里面呢 用的是sf的 我现在知道了 它确实也是人本周程 你看它的前缀带tm 这一直是特殊热处理的 就是为了增加使用寿命 这边的轴重一样啊 都是这个人本的 这齿轮油我也不到了 大家也能看清楚 这里面呢 也没什么隧大 好了 到这里呢 整个发动机就拆完了 来个小总结 有料啊 确实是很好 你不管是轴重啊 还是这个陶瓷缸锻造活塞 然后排气门dlc工艺 盖次的皮带 还有红中的传动 drd的正式链 虽然这150算是通路车型啊 但是在这个发动机用料上面呢 老陶没有因为他是通路车 去降低他的零件使用标准 目前行业来讲呢 通路车都不会给太好的用料的 这一点给老陶点个赞 也就是说368发动机该有的工艺 该有的材质 老陶也是全部给这个150发动机用了 这一点确实不错啊 用料确实是很好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充值不充值的 这拆机吧 用料都是摆在面前的 是客观事实 要是有质疑的话 也可以自己整个拆做一个对比 这个发动机呢 我还得给他装起来 车子还有其一的吗 感谢大家观看就到这里了